当桨叶出现磨损、破裂、变形、腐蚀现象,或螺钉有松动时,需要更换桨叶。 更换时,请务必使用随箱配送的十字螺丝刀和螺钉,识别正桨和反桨。 多旋翼飞行器有正反桨叶之分。 正反桨叶和电机的区分方法,可以通过外观来判断。 在正桨尾端印有一粗一细两条银色条纹,裸孔旁也有一条凸起的条纹。 而正电机旁的机壁上有一条下凹的条纹。 反桨的尾端印有一条银色的粗条纹。 桨叶裸孔旁边和反电机旁的机壁没有条纹。 桨叶更换步骤 螺丝刀刀头对准螺钉的十字槽垂直插入。 逆时针拧出螺丝,取下桨叶。 为了保证飞行的稳定性,同一电机的两片桨叶务必一起更换。 更换过的桨叶和螺钉不可再次使用。 安装新桨叶前,需要检查并清除干净螺孔内残余的蓝色螺丝胶。 您可以用干净的旧螺丝来回拧入拧出数次就能清除孔内的螺丝胶。 将全新的螺钉放进桨叶的螺孔里。 螺丝刀刀头竖直插入螺钉的十字槽,并将螺钉对准电机上的螺孔。 顺时针旋转直至拧紧。 拧入螺钉时,如感觉不顺畅。 请注意检查螺钉是否有偏斜。 如有拧歪,需要将螺钉拧出后再次拧入。 确认无歪斜时,抓稳电机,继续将螺钉拧至无法继续扭转后,表示完成桨叶安装。 桨叶更换完毕后,用手指轻拉桨叶螺柱。 检查桨叶螺柱是否已贴紧电机表面。 同时螺钉表面不超出螺柱。 测立飞行器。 查看桨叶是否可以顺畅下摆。 若有异常,需重新安装桨叶。 桨叶是否正确安装,将直接影响飞行的稳定性。 请务必按照步骤指引仔细操作并检查。